好 接下来看到吉安湘111年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的活动 7号起连续两天在五谷宫举行重头戏 依循客家人春期秋暴的传统 在农历10月15号下元节竞谢天神 那么湘场尤淑珍亲自陪同民众在庙城前热闹的庆祝 也期待传承吉安客庄特色文化生生不息 7号上午首先登场的烟鸡称重比赛 共有53只烟鸡轮番上阵比拼 每只身形饱满 羽毛亮者的烟鸡至少历经9个月的细心照料饰养 而乡长尤淑珍也特别抱着一只署名吉安湘工所的大烟鸡 参与赛外赛 现场惊呼声连连 比赛最终由永新春郭宝珠以13斤9两的大烟鸡夺下冠军宝座 设计山客庄人的烟鸡 这些是平常市 白天公的 曾经说在烟鸡避税 在烟鸡避税 在柴鸡避税 烟鸡全部都要公的 没有麻的 公的所以说 牵图非常好 因为没有鸡避税最大 所以说烟鸡的药汁 非常非常好比一般的 就有比较疲惧 这些是没什么最高人 在乡长游舒珍的创意之下 同时将活动主轴 结合口说艺术 以生动风趣幽默 诙谐的说唱内容 倒进客家庄 农村社会的生活百态 我们看到了身影 小朋友开始扎根 也看到了我们的长辈 养了一年的烟鸡 现在在工作上来敬谢天神 也是在客家庄里面 感谢一年丰收 未来一年的平安 开启的是我们代代传承 在客家文化里的学习 更经典的是我们来到了Duck3Go 还有小朋友的一些 这个分享跟我们的客语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们看到了到位的客家文化 在吉安传承 三万三千人 三万三千多个客家人的一个聚落 在我们的吉安乡 我们相信吉安乡公所 则无旁贷 从幼幼的小幼客家 到年长的饮宝 甚至于骑老收故事 我们一点一滴的到位 来保留客家文化 来传扬客家的精髓 我们希望十月半 带来大家新的一年 更健康快乐圆满 游初贞说 吉安乡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透过客家庄习俗延展 至学校社团协会社区发扬传承 点亮客家文化节庆氛围 希望借此能够推动亲子老幼共学 让客家生命向下扎根 使族群文化世代心火相传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